欢迎您和我们关心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出国留学拓展视野是许多学子的梦想 佛光大学运用佛光体系的国内外大学 打造出全台第一个全球系统大学资源 展现教育无国界的愿景 相关的议题 我们线上访问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博士 校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首先要请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佛光大学它的背景 主要的教育理念特色是什么 佛光大学是幸运大师呢 他为了让东部地区 尤其是宜兰地区的孩子呢 能够有念书的机会 所以特别呢在宜兰设了佛光大学 他在嘉义还有南华大学 另外呢美国有西来大学 澳洲有南天大学 菲律宾呢还有光明大学 实际上大师的理念都非常清楚 他是要让这些 他们没有机会念书的孩子 有更多的念书的机会 所以以此呢在整个办学方面呢 都是用呢我们所有的信众 大家支持的力量来支持这个学校 同学呢实际上在这里 不只是做到很好的照顾 同时呢他们在品德教育方面 生活教育方面都给予非常非常多的照顾 所以佛光大学 他并不是指局限于佛光人 或者是佛教徒去就读 而他就是一所普通的私立大学咯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 庆域大师他跟原来的 善国喜书记主教 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大师呢对宗教的部分 他都是各种宗教 他都非常尊重 而且都非常包容 所以因此在学校里面呢 我们不是只有佛教的这个孩子呢 在念书 实际上呢各个宗教都有 是那我们知道说佛光山呢 现在打造一个全台第一个全球系统大学 它的内容是什么 以及它的特色是什么 对我们有五个学校 全世界呢306个道场 实际上这个力量呢 实际上是可以结合在一起 让呢学生们可以有更多的 出国留学的机会 或者是呢互相交流的机会 那让老师呢在做研究方面呢 也可以跨国界 所以因此呢 当初我们就希望把这五个学校 联合在一起 变成呢佛光山系统大学 那这个系统大学呢 它包括五个学校 是一校注册 五校服务 那最近呢我们又增加了几个单位 我们也把呢香港呢 我们有一个跟中文大学合作的一个 活跃中心 加到里面去 我们在香港呢 也开始设呢 这个活教跟呢 书时方面的这个硕士的专班 把呢佛光山的整个教育体系呢 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教育体系 让同学有更多的国际交流的机会 那里面非常特殊的部分就是 学校与学校之间 我们一校注册 五校服务 那自然呢都可以夸校的选课 那除了呢 长期的交流之外 短期的交流之外呢 我们另外还有呢 双学位学生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佛光大学的学生 他进入佛光大学之后呢 他练两年在佛光大学 然后呢是交到公立学校的学会 之后呢他到西来练另外两年 那他附的是台湾的私立学校的学会 那之后呢他可以拿到两个学位 佛光大学的学位 跟美国西来大学的学位 所以二加二的课程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安排 当然其他大学有类似的安排 但是呢像我们这样子说 以台湾的学会在国外念书 这个呢大概是很少见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有306个道场 都可以当学生呢 去国外交流 或者是国外呢 去做义工的时候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据点 所以呢佛光体系呢 算是一个非常非常国际化的 一个大学体系 是你刚刚谈到这个二加二 应该是有很多的学子 也觉得跃跃欲试 可以跟影像说明一下 可以举例说明 比方说他在我们佛光大学的 某个学系 那他在西来大学 也是要相关的科别 然后他取得两个学校的学位 是这样的意思吗 原则上是说 如果说佛光也有的科技所 那个西来也有的系所的话呢 他们直接对接就没有问题 比如说像那个经济方面 经管方面的 我们佛光有 然后呢这个西来也有 比如说像外文英文的部分 我们有西来也有 那这个方面就比较简单 但是并不是只有限制 说说都有了科技 才可以去做二加二 我们另外呢 可以做课程的学生 因为呢 在西来有一种叫做 一般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那general education 它可以是容纳所有 不同的科系的同学到那边呢 去念另外一个 大概两年的时间 所以呢 每一个同学都有机会 可以到呢 西来去念 不管哪一个科系 它最主要是希望 让同学 能够有更宽广的 专业基础课程 是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讲说 跨域 那算跨域有些时候 还是不够的 它的基础 必须要又宽又广 所以在西来呢 他们就特别提供 这样的课程 那美国的学生也好 我们的学生也好 他可以去修一般的课程 将来到了这个研究所之后呢 他再去做专精的学习 但是因为跟我们二加二的话呢 他除了西来的 这个基础课程之外呢 他可以学台湾的专业课程 所以两个结合在一起 就不见得一定要 到了研究所再去做专精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种安排方式 是 您刚刚说呢 我们可以运用全球 这几个大学的资源 可以让我们的学生拓展 是也可以学习到更多 很多的专业的领域 那我们的孩子 他们在我们佛光大学 念书了之后 是不是他在学期间 可以有机会到 美国西来大学 那个地方去念书 原则上如果说 是二加的话呢 他大概念完 我们佛光两年之后 然后再去美国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年的交流 这同学呢 他原则上不拿两个学位 但是呢 他可以有一年的时间 到西来大学去修课程 是 那学问带回来 那另外呢 我们还有暑期的 这个上面英语的课程等等 所以是让这五个大学之间呢 互相联系 非常非常的密切 同学可以利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长期的 短期的 可以做交流的工作 是 那我可以说 我在佛光大学念书 那我一段时间到美国的西来大学 一段的时间到菲律宾的这个 我们的佛光体系的大学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但是就是说 我们是有规定 就是说你从外面 国外修回来的学分 要在台湾承认的话呢 大概不能够超过你学分的二分之一 是 那学分是有限制的 我们过去六年以来 已经有51名的学生参与 那其中的有超过30名的学生 拥有留美的工作的经验 不晓得说这些学生 他们的经验是如何 他们案例是如何 可以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们大概同学到了 西来毕了一夜之后呢 大概有两个路子可以走 一个当然是在美国继续实习 实习以后呢 他就回台湾来工作 但是大部分的同学 到了美国去念书之后呢 他已经有美国的学位了 他就直接申请美国的硕士班 或者是博士班 就继续去升学 那西来大学因为 它是一个不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这个大学 所以因此呢 同学大部分的研究所 除了我们西来自己有的课程之外呢 大部分都到其他的名校 到美国的名校 因为你是在美国毕业的 这个学校的学生嘛 那因此呢 这升于美国 名校的机会就非常多 所以因此呢 同学也可以就业 也可以呢升学 那我们除了美国的西来大学之外 在澳洲的南天大学 是不是也是 比照这样子的方式办理 那不晓得说我们的学子到澳洲的比率高不高呢 我们到澳洲的部分不高 因为最主要是 我们在西来的话呢 西来因为它有一个奖学金 那奖学金的话呢 同学他去美国历史 我刚刚提过 他是付台湾的私立学校的学位 可是澳洲呢 因为他那里没有奖学金 就是我们自己那边没有一个基金 可以提供奖学金 所以因此呢 他付的学位呢 必须要跟澳洲的学生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可以拿双学位 但是呢 同学去的比较少 目前呢 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突破的地方 那当然呢 另外一个是南天 成立不久了 他们的课程原则上 大概都是以那个澳洲当地学生的需求为主 所以因此呢 在这个方面呢 可能到澳洲去念英文的多 去念专业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这个学位部分还正在突破之中 是 那我们请教校长 像这些二加二的孩子 在我们佛光大学念书 又到国外去念书 那他们的学习能力 跟其他的孩子比起来的话 有什么不一样 还有就是他们未来在就业方面 是不是他们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他们的视野比较广 那另外一个呢 他们有国际方面的这种整个交流的机会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他去就业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企业组呢 他们非常乐意来拼用他 但是呢 佛光对这个部分 南华也是如此 都是对同学在就业的能力方面 我们做了很多的加强 所以我们的就业率 我们同学毕业以后 他们的这个薪资水准 大概都是在公私立大学平均数以上 我们知道佛光大学一直秉持的 星云大师所重视的生命教育 跟品格教育 那不知道佛光大学这些孩子 他们出去了之后 在就业市场上 会不会特别受到企业主的青睐 这部分是非常非常有加分 我刚刚提过是说 我们的学生 我们也不会演讲 进来的时候呢 他们在这个学科的能力方面 不是最好的 可是到毕业以后呢 他们以他们这样的四年的学习呢 到最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就业率 就是平均数以上的就业率 甚至于薪资水准呢 比其他学校要来的高 最主要原因这些雇主呢 就是看重我们学生 他们在品德教育方面 他们在做人方面 在主事方面呢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彬彬有礼 而且呢 非常负责 另外非常懂得感恩 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经常呢 教导学生的 现在这个专业的部分呢 因为更新的很快 每一个学校之间呢 实际上差别不大 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在做人方面 在做事的态度方面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 是占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地位 所以我们学生呢 在就业方面是非常非常好的 听校长这么介绍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佛光山打造全球系统大学 这样一个资源 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的竞争力 是更好的 那不知道说 什么样的条件 才符合这样子的资格 可以到国外去留学 第一个当然是 你在学校的这个 专业的成绩 必须要达到呢 我们要求的这个 水准以上 你不能够说 我这个专业不好 因为刚刚提到 你到西来也许是念了 这个普通的一些基础课程 那如果你专业不好的话呢 将来怎么就业 所以我们对专业有所要求 学生的成绩呢 必须要达到75分以上 平均 第二个部分呢 英文呢 必须要在托乎的69级分 因为这是美国的移民局 就是你要到美国去念书 你要拿到签证 必须要达到69级分 那这样的话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名额的限制 都要去的话 他们都知道英文必须要加长 那英文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评价 那我们学校呢 还特别请外面的 那个老师的学校里面 来开托乎的课程 所以我们佛光大学的很多的学子 他们的英文的程度应该是相较于其他私立学校来说 应该是比较好一点的 会吗 不敢讲说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们学习的意愿比较高 因为他有一个动机 就是说你愿意去学才有机会能够到美国去 所以这个诱因呢 让他们自己愿意加强这个英文 所以我们前几年呢 把那个英文的毕业门槛 把它拿掉之后 拿掉之后 不强迫同学来学 但是给他诱因的话呢 他们学习的比过去更有意愿 而且成绩更好 除了教学的这些特色之外呢 有人说佛光大学的景色非常的漂亮 这个部分呢 要请校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佛光大学它是在大雪山山脉的最末端 叫林美山 那它的这个标高呢 是380公尺到430公尺 那我们呢是面对的太平洋 所以呢 一眼望过去就是龟山岛太平洋 非常非常漂亮 所以我经常呢 形容学校说呢 校在山中 楼在林中 人在画中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校园 那我从10年前来以后呢 我是认为 除了是森林大学之外呢 也必须要是花园大学 所以这10年来呢 我们需要片子的各种花木 各个那个边坡旁边 全部种古典花 整个学校大概一年世纪 都有不同的花朵 所以呢 佛光大学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学校 您营造了这么美丽的校园的景观 像花园一般 这对于学生他们的学习力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呢 这是禁教 你在一个漂亮的环境里面 久了以后 你就自自然呢 在心里面就会 对环境呢 会有所要求 将来不管你是自己的住家也好 或者你的社区也好 你就会让这个住家社区呢 变得更漂亮 更干净 从禁教开始做起 那当然呢 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的同学 他可以禁教心来念书 所以这是呢 我们当初 为什么要把这个校园 变成非常漂亮的主要原因 是 所以我们佛光大学 不只是专业教育 还有环境教育 甚至于呢 也营造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读书的环境 对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 生命教育的一个场域 对 所以佛光大学是一个 非常特殊的学校 非常谢谢佛光大学校的 杨朝祥 杨校长 跟我们介绍一个 这么好的生命教育的一个大学 同时呢 也是一国际视野的一个大学 今天非常谢谢杨朝祥 杨上 谢谢校长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持人